比王俊凯的暖心互动,却好似历历在目。 双十二活动中,王源因有事不得已学习,让粉丝有所遗憾。 王俊凯、易阳千玺两兄弟再次同框,因各自独自工作后再加上要准备高考,三兄弟相聚的日子渐渐变少,时隔多日再次同框,但小三只感情却无变化。 王俊凯与易阳千玺在活动开始前,接受了一段采访,在采访快要结束时,一段小小的插曲却感动了所有人。 一名记者提问,最近公益活动增多,从这些公益活动中学到了什么? 对于这个问题,王俊凯首先做出了回答,没想到的是,王俊凯刚刚回答完毕,另一位记者紧接着发问。 完全忽略了一旁的易阳千玺,场面瞬间有些尴尬。 见到这种状况,王俊凯立马做出了反应,被记者轻声说道,你能让千玺先说完吗? 随后王俊凯拿满了麦克风的双手,同时向易阳千玺所在的方向摆动,面部表情严肃正直。 看到王俊凯严肃的表情其他记者立马反应过来并及时就场。 对啊对啊千玺也回答一下吧。 于是尴尬的气氛立刻消失,在这里免不了表扬一下,王俊凯小小年纪处世周到,自己接受采访的同时还想着身边的千玺。 据他们出道已经过去多年,王俊凯依然保持着最初的样子,是团队里的老大,总是第一时间保护自己的弟弟。 在看到王俊凯为易阳千玺发声时,双方粉丝更是激动不已,就连我一个路人都觉得TS Boys的感情是真的好。 即使他们都在渐渐长大,即使他们各自独立,我相信他们的感情永远不会改变,永远都是多钱的TS Boys。 一晃多年过去,小三只也在渐渐成长为大人,如今能够独当一面了吧,期待他们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如果满意请点赞关注我,如果有不同的看法,希望各位看。